要如何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与学术界的合作绝对有密切的关心 上市教育部协助台北科技大学 成立光电材料技术研发中心 每年与超过60家厂商合作 研发新技术 缩短产学界落差 达到双赢的效果 同学做起实验来认真专注 在光学显微镜下仔细分析成分 不过这样的场景可不是一般的研究室 而是光学材料技术研发中心 四年前由教育部辅导成立 不仅拥有完整的资源设备 跟与产业界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利用我们学校老师跟设备资源 来协助我们的中小企业或传统企业 来做这个升级 那么包括协助厂商做新材料 跟新制成的开花 透过学术研究协助产业升级 也让投入实验的师生跨出校园 研究能够真正符合实际需求 跟上产业界脚步 以光电材料研发中心来说 平均每年合作厂商就超过60家 技术经验不断提升 也让同学提早做好进入业界的准备 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 我想对学生是有很大帮助的 他的研究是深入 而且是符合实际的 那特别是公司方面的研发人员 他们是比较讲求效率 时效 价格等等 这有时候在存学术的环境里面 是不会去考虑到这些因素的 产业与学术界交流合作 已经成为一股趋势 就于不同92年开始提拨经费 补助技专院校 共成立了40所技术研发中心 促进学术与产业界合作 缩短两者落差 渴望提升产业竞争力 来达成双赢的局面 在内新闻 林婷志生台北报导